老师 你看你看这面墙 我磕东西 看你身后这个墙 这把是咱们自己家的货王队 也就是保姆队 现在的农场不是老鼠 就是全装热成像大佬 搞得我现在又没钱了 咱们直接来一手开局 把刀装备全盒给 开局咱们附和在了底边市 直接过来摸一手保险 出货了出货了 大金大金大金 出货了 来了 兴记团队四年单身 保险也是没有出什么之前的东西 咱们的保姆已经把黄卡给占了 咱们直接去炫黄卡的保险 可以刷卡刷卡 第一 帅哥卡 哎呦 哎呦 一把一只 这局的队伍是二保一 两个保姆又要开保险 又要帮我清人 所以说他们会比较忙 然后咱们不着急就慢慢摸就行了 出了个 出了一个二手小媳妇 大大哥你跟我一下 我们去把左孔 想办法给他摸了 咱们当保姆的第一要点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要是自己嘎的情况下队友打的再多物资也没有用 咱们先摸着然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位置 他们现在去中控了 嗯 棉帮出货板棉帮出奇迹 多万打下了 整个黄卡也是没有出什么之前的东西 然后咱们走地儿摸起来 等了两三分钟 保姆也是把人打的差不多了 然后接咱们过来舔包 边包都可以舔一舔 这边的包都不是很肥 一把罗改的MDR 一把大喷子 估计是拿到人机的MDR 大概摸一摸 没有什么值钱的感觉 换个包 这边的话一把没空 一个绿雷 C保险 然后再换个包 很穷他们 这边一把法佬 还是罗改的 六一单 OK 简单拿一拿 然后咱们直接去找包摩 回来之后 保姆也是给咱们了一把RPK 然后紧接着就又等了他们一会儿 他们又去清人了 你包在哪 我找 我找 找你包没找到 我趁他们清人的空气 也是上了跟厕所 回来之后 也是给咱们送来的头位 他们这把人也是清的差不多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整理装备 然后咱们准备直接撤离了 刚才咱们的包丢了 也不是被哪个小子给咱们偷去了 包姆也是 给咱们疯狂套包 咱们只需要 给这边等着就行了 对了兄弟们 有需要咱们自己家的 包姆队的 可以看一下主页 这时候选的差不多了 咱们准备直接撤离了 可以直接开猫盒 看看咱们这把 能挣多少钱 公司我都没有搜索 这把也是 接近的 挣了120多万 紧接着咱们开始 下一把 这把就有意思了 直接四盘 然后两个人清图 一个人是挂件 到底是怎么说是挂件呢 你们仔细看 OK OK 这时候包姆 也是领了 咱们去开上边 二楼那个保险 OK 选个保险 出货了 谁开的保险啊 这保险啊 开的标 这保险也是 没有出什么之前的东西 自从游戏更新之后 我感觉电视台的暴力 是真的低 出来 出货了出货了 我刚第一番也是这个 出了个二手媳妇 你要不要 要的话给你送过去 二手媳妇不要了吧 二手的好啊 二手的 主要是我怕 这个队伍的分工 都是特别的明确 然后两个人去清图 一个人这边保护老板 我来了 好像能听到能听到 通话保险人摸 我看哪个后点 你过来你过来 跟着我 我要这 你看你看这面墙哦 磕东西 看你身后这个墙 看到了吗 但长途给他嘎了 看不到人摸保险 怎么玩啊磕的 谁他妈不会啊 这是什么玩啊 人家都会 还在体力 你用刀不行 你用手上去买了 把他丢雷了 算了 什么玩啊整的 看啊 画里面有谁啊 闭心呐 呵呵呵 好好好好好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昨天写几了 好好好好好 1 8 3 3 2 7 8 9 8 7 8 刘阿达 电话 让他过来看看 看能不能看得到 我现在开枪都很小黑在抓你 以前听别人说有护航队有挂件 我以前我是真不明白 现在我是终于明白了挂件是什么了 咱们等着的空隙中也是发现两个保姆刷的差不多了 然后咱们准备出去炫物资 走走走 你把老板接过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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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都放了 let's go 出发出发 大哥跟我 大哥电波了 电视我电视我 走走走 我都好快 我好弱 哎呦 我小姐打死了吗 对我打死了我打死了 他没钱吧 我小给队友6啊 小姐姐妈的好6子 过来之后差点被这个老六给溜死 幸亏发现他了 打掉这个老六之后咱们就是开启了炫包时间 就是一顿炫一顿扣子弹 然后等他们炫完咱们等着拿物资就行了 这边宣弹成一个斩尘头都烂烂了 然后咱们上来跟着队友过来舔一下物资 哎呦 哎呦 哎呀 你死了你装备我都给你炫火了 金锡雕箱 都在我包里 这边也是出了一个大狮子 价值试试来万不咋之前 这时候咱们的国服尧一直在说话 我是真听不懂他说的啥 然后咱们整装备整完装备 看看是什么情况 哎呀 但是我没我没有那个六个剥剪 怎么都很难受 难受了哥们 把里边的弹架抠一抠 然后套一套 没有什么太多之前的东西 就这一个大狮子 值点钱 然后把大光套了 咱们走个地藏起来 咱们的另外一个保姆 嘎了 还剩下一个冲锋保姆 就剩他自己了 他决定要去打荒卡 他打下来 咱们就去舔物资 打不下来 咱们就撤离 现在目前是这个战略 顾着出啥了 就在这时候 听到了咱们的保姆一号 啊的一声 出事了 不都是六一弹啊 又是一张秒 直接给他秒掉了 我带着我的挂件 直接选择撤离 不打了不打了 这个国富瑶还是很敬业的 直接搁这边下枪 等咱们走了 他再走 ok 直接撤离 看这把能挣多少钱 也是挣了一百万 ok 我带着你 就带着你 好